新华两岸快乐乐评 大家好 我是浩阳 今年全球受新冠疫情冲击 经济往来和数字大幅衰退 但两岸间的经济往来却有升温的趋势 我们来看一组数字 台当局经济主管部门近日公布数据显示 今年以来台商台企在大陆的投资不减反增 今年1月至6月 台湾方面核准对大陆投资金额31.7亿美元 同比增加52.49% 其中6月份赴大陆投资金额4.97亿美元 同比大增186% 香港大公网对此发表评论指出 民进党当局这几年极力阻挠两岸经济合作 但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白费心机 由此再次证明台湾经济发展离不开大陆市场 这并不以意识形态人为因素而改变 台独势力无法阻挠两岸经贸往来 所谓经济脱中根本就是白日做梦 归根到底 两岸经济升温 台商纷纷登陆的背后 首要的原因是中国大陆自身强大的实力 对投资者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其次 大陆有关部门积极出台落实会台政策 为台商台企解决实际困难 助力发展 也让台商台企对大陆发展充满信心 从而用脚投票 中国大陆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生产据点 是全球吸引外来投资数一数二的地方 也是全球率先从疫情冲击中恢复的地方 今年第二季度 中国大陆的GDP同比增长3.2% 扭转一季度的下降势头 好于市场预期 此外 大陆还出台新政策 台商未来还可参与5G 新基建等技术含量高 发展潜力大的产业 这都让台商们坚定了在大陆投资新业的信心 今年来 大陆连续出台31条 26条及11条等汇集台胞的举措 各地进一步完善细则 为台胞台企 落实同等待遇 解难题 办实事 这无疑都增加了对台资台商的吸引力 事实证明 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大势早已不可逆转 但讽刺的是 民进党当局至今仍质疑大陆的防疫抗疫成效 同时千方百计阻挠两岸经济往来 民进党当局上台后 为了减少两岸经贸往来 抛出新南向政策 鼓动台商把企业的发展中心 从中国大陆转移到东南亚 然而却在执行中遭遇到了惨败 欧美疫情至今仍未有效控制 经济复苏缓慢 大幅减少对台湾的订单 但民进党当局却不顾民生仍旧一味抗中 剧中反中 无视两岸好不容易建立的经贸往来关系 采取各种措施阻挠两岸经济和人员往来 背后政治操弄意图相当明显 但其实 如果离开了中国大陆 处理不好两岸关系 台湾不可能有真正稳定的发展 人民也不可能真正的安居乐业 事实证明 民进党当局想绕开大路 搞两岸脱钩 实在是自不量力 新华两岸 快语睿 我朝阳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